与此同时 真正的怒碎天门袭来 却非从上而下的攻击 而是以横扫千军之势狂决而来 千语为联合抵挡接在上方 横侧正是其薄弱处 被柳宗昌的怒碎天门一击之下 光照破碎 于是不尽 这一记庞大的剑巢 一直劈开七十余名妖卫的身体 这才历劫消失 而来自子府强人的恐怖力量 也使得这七十余名妖卫当场生死 柳宗昌得势不饶人 巨剑尚未收回 以催动神念 天空中历时现出数百道霞光 同时射向其余的妖卫 此时正是千语为护照破裂 极无防御的薄弱时刻 柳宗昌抓紧十击攻击 那数百道霞光 已冻穿了至少二百多名妖卫的身体 虽然这一下未能将其全部击杀 却让他们一下失去了不少的战力 接着又是一道怒海韬卷 一剑之下 剑巢翻滚如滔天巨浪 再是一记拍云精电手 带起无边电光 一连三下强攻 瞬间将那二百多名妖卫 收割掉大半 彻底在千语为的防线上 撕开一个大口子 此时千语为终于腾出手来 重新请起护照 柳宗昌见好就收 抽身后退 借机恢复刚才一轮强攻导致的消耗 同时也恢复刚才因少量腰卫反扑导致的一点伤害 虚语之间形势斗边 千语为死伤惨重 巨大的变化令极光腰黄气得几欲吐血 柳宗昌只是几个呼吸间 以伤势平复 哈哈大笑道 唐杰老弟 多谢了 他身为子府 等闲修者难放在他眼里 此刻却亲口叫了一声唐杰老弟 可见对唐杰的重视 也难怪 浮生万象变化万千 连竖法都能模仿 难以识破 只是十余个幻象 就帮他打破了僵局 何况唐杰一下变化出数百个呢 这种竖法在单打独斗时效果不显 群战之时却是真正的利器 柳宗昌不知这是道法 否则就要更加震惊了 不客气 柳宗主自己小心些 唐杰笑道 他此时幻化柳宗昌的十多名幻象已全部被灭 被千语位在经历折损后 如今人数也只剩七百 实力随数量下降而下降 对柳宗昌已再难有威胁 所以也不再派幻象过去帮他 而是管好自己的战斗 相比柳宗昌 幻化成唐杰的幻象更多 一口气 换出了三十五个 呼啦啦 三十五个唐杰一起扑过来 与唐杰混在一起 三十六个唐杰同时大张双臂 掐动以相同的动作使出相同的印法 场面可谓壮观 若是叠在一起 就更有牵手观音的味道了 远雷刀手下的一众妖王 已是纷纷道 不要怕 那都是假的 是吗 三十六个唐杰轻轻一笑 伴随着笑声 所有唐杰同声喊道 龙若手 三十六只手臂同时伸出 呼啸着打出三十六道掌风 掌风在天空中 汇聚成一条长龙 向着下方袭来 三十六条长龙同时扑下 场面宏大壮观 早已不在子府大能的全力一击之下 那一刻 整片天空都被唐杰的三十六长龙占据 所有人的战斗 在分五龙群中都显得黯然失色 就连风无象激光都为之恶然 惊讶这是什么法术 相比那些妖王 他的眼力更高明 一眼就看出来 这些法术都是真的 谁也没想到 唐杰的幻术并不完全是幻术 当他的幻象变化成别人时 使用的幻术的确是假象 但当变化出自己时 那便不是幻术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分身 在幻生万象下 每个真实分身都能使用一次唐杰本身的能力 只是不能使用如血肉末盘这类达到神通级的手段罢了 所以 这些法术全部都是真的 十六条长龙呼啸而下 首先撞上的就是一名轻面妖王 那妖王挥掌劈开一条长龙 庞大力量 震得他全身一颤 高叫道 这个是真的 下一刻 又一条长龙撞上来 那妖王也没在意 只当是假象 任其攻击 但接着 就是一股巨大拦流 将妖王撞至飞起 撞得他身上采光灿烂 没等他喘口气 就见一条又一条的长龙 纷纷扑制 撞得那妖王护照碎裂 狂吐鲜血 怎么可能 那妖王惊恐大叫 双掌拍出一道道掌风 但这时候拦截已经太晚 三十六条长龙 在天空中形成一片 奇长硕大的巨龙 咆哮出惊天的龙吟 呼啸而至 直接从那妖王的身体上 碾压过去 其实那妖王若一开始 就知道 浮生万象的特性 全力防御 还未必会死 毕竟 龙若手虽多 本身层次一般 但是他大意了 很难再阻止有效的攻击 再被三十六长龙一顿狂碾 已是注定 必死的结局 其他妖物大惊 一起扑上来救 就见 三十六名堂杰 已同时冲下 拦截住重妖 虽然幻象 已无法再使用任何术法 但本身一拳一脚 依然是实打实的 而且 继承了本体的部分力量 使得他们的拳脚 也同样不可小觑 一名妖王大吉 咆哮道 给老子死 从口中 吐出一块金光灿灿的雾式 打向对面的唐吉 那金光不知何物 撞上去后 就听砰的一声 已经有极强生命力的幻象 竟是怦然消失 与此同时 另两名妖王也各出手段 一个祭出两根铜剑 在空中 化作万千剪光落下 一个则化作长蛇 如龙飞舞 喷出大片毒液 剩余的妖将 也是各成手段 对准幻象 发起攻击 可惜 他们找不出真正的唐吉 这些攻击 无法集中在一起 就听空中 一阵怦然乱响 无数幻象 在这些打击下 如气泡般破灭 真正的唐吉 却已发动乱风步 净直出现在 一名妖王的身后 位于群妖的中间 他出现的时机 正是所有妖王妖将 刚刚出手的一刹那 正是武将 常言的就力已去 心力未生的关键 府一出见 唐吉手就搭在 前方妖王的脖子上 顺势一扭 将那妖王的脖子扭断 那妖王唬吼一声 双手一扳 竟又将自己脑袋 给扳回去了 唐吉再一扭 他再扳 双方在瞬间 就来回拉锯了 数个回合 其余妖将剑势来救 唐吉身上 已冒起一片红光 刷的卷出 正是血肉末盘 直接将冲得最近的 妖将一起卷入 手上不停 双手猛一用力 那妖王的脑袋 呼啦啦 连续转动了十余圈 方才停下 信手扯下 那妖王大吉 连忙伸手去抢自己的脑袋 唐吉看他脑袋上 两只眼睛还在 滴溜溜的转 笑道 倒是有趣啊 侍奉此时 一名妖王竟硬冲过血肉末盘的屏障 杀向唐吉 唐吉 头也不回的 将那脑袋向后一递 就听轰然一声对撞 那妖王固然被震退 唐吉手中的头颅 也告四分五裂 哎 可惜一颗大好头颅啊 唐吉正要离去 却见那眉头妖王的胸腔里 竟是又长出一颗心的 哎 唐吉惊一声 左手如刀削去 已将那妖王头颅斩掉 下一刻 又再冒出一颗 唐吉 运刀如飞 刷刷刷 两盏七八刀 一连八颗头颅抛向空中 那妖王终于没再长脑袋 而是摇晃着身体倒下 现出了原形 却是一只黑羽大鸟 却有九只长驳 只是如今 皆已没了脑袋 原来是只九头鸟啊 唐吉笑道 单手反拍 已将又一鸣冲过来的妖王拍飞 血绕末盘席卷卷之下 顺便将那几名妖将也进阶绞绞死 眨眼之间 唐吉已杀死三位妖王 四名妖将 剩下两妖王 十二妖将 看着唐吉已是进阶胆寒 唐吉却是得势不饶人 已向着又一名妖王杀去 眼看那妖王也即将不保 鞋子里骤现一道神光 正打在唐吉的身上 在空中翻腾着跌落 唐吉半息跪于地面 抬头看向远方天空 那里少年极光正目光冰冷地看着他 哼哼 哟 开始发力了 唐吉笑了笑 信手拍碎一只冲到身边张牙舞爪的魔物 忽然双腿一蹬 地面轰隆隆破开一道长不见底的裂缝 唐吉已是飞身而上 手腕一翻 破天玄雷刀已然在手 对着少年极光 就是一记雷影碎空刀法 同时 左手中一线地刃 划成一把长剑 却是刺向距离自己最近的一位妖王 他竟是同时攻击双方 狂妄 少年极光发出愤怒的低哼 眼看着武锦雷光在自己头顶凝聚 背后五色光滑奇亮 也拖住天空雷光 事逢此时 风无相被那老年极光一击五色神光逼退 少年极光身上陡然是气息大涨 他看向唐吉 双目中献出一片彩光 斑斓生辉 刷得卷向唐吉 唐吉再不及杀人 收剑回党 地刃斩出一片剑巢 双方在瞬间对拼了不知道多少下 就听怦然声响 唐吉竟被震得倒飞而回 身在飞行 唐吉的手却不闲着 地刃骤然划边 正卷中一名妖将 疏然回卷 已将那妖将切成两段 左手快速而连续的暗洞树下 已幻化出无数手印 形成一只巨大手掌 拍向极光 极光却只是哼了一声 声若闷雷 在空中轰隆隆的回答 竟是越震越大 有如震天鼓声 竟凝聚出一把阴谋刺向唐吉 同时 彩光在闪 雷神光如电 心念电转 又是一句朝云暮于手 一连三击攻向唐吉 这就是分神的特权 念动法声之下 唐吉发起一次攻击 分神大妖 也可发起三五次 甚至七八次攻击 也亏得唐吉 稀有九离心惊 施法速度远超常人 饶是如此 也比不上极光念动 发生的境界 那一瞬间的攻击 如海浪般卷来 砸得它是再度衰落 还不给我死来 少年极光 发出猙獰的喝声 那五色神光 已如匹炼般席致 将是死死的将它绑住 让它无法动作 可见 这一番攻击之凶猛 与此同时 雷刀手下重妖 见了机会 已是一起攻上 五色神光 凝聚的锁链极其强大 唐吉也无法挣脱 连乱风步都无法使用 下一刻 重妖已然攻上 各班术法 法宝 已是一起落下 分砸在唐吉的身上 饶使他体修得身体惊人 这般只挨打不还手 却还是被打得遍体鳞伤 最要命的是 五色神光 不仅置顾了他的行动 甚至还能吸收他的力量 使他无法守护自己不说 甚至连恢复能力都大大降低了 那一刻 猪般攻击一分之叠来 唐吉就像个火把子般 被打得甚受重伤 看到此景 柳宗昌也急了 叫道 枫像 你在干什么 还不快点拖住激光 少年激光能强压唐吉 不用问 是从老年激光身上 汲取了大量力量 才能做到的 柳宗昌自然要质问封无相 封无相应声道 老东西与我拼命 拼着被我打 也要先出唐劫 说着 手中道书晃动出一片药木光滑 先动无数气浪云海 押向老年激光 果然 老年激光虽然不知 却都是死死撑住 不从少年激光那里汲取力量 这样一来 唐劫被死死的压制 暂时无法摆脱 只能硬承着一群大妖的攻击 为首的两名妖王全力出手 其中一妖更是挥动一把战斧 狠狠地砍在唐劫的脖子上 剑起一抹又一抹的血花 就像是伐木工 在砍树一般 那妖王轮着大腹不停地砸下 嘴里还大喊着 好硬啊 给我开啊 唐劫 深狐 夜宵 冰皇等人都是大吉 只是 他们都被各自的对手缠住 军事抽身不得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唐劫被群起攻击 来自群妖的权力出手 绝对非同小可 那些妖物越砍越兴奋 战俘甚至已撞上唐劫的颈骨了 发出铿锵打铁般的声音 唐劫却怎么也挣脱不开 眼看着命在旦夕 唐劫脑海中突然传来一个 娇媚至极的女子声音 哼 臭小子 这下不行了吧 要不要本尊帮你摆脱此劫 唐劫一愣 正要问你是谁 突然感觉不对 这不正是磨念入脑导致的结果吗 那是通道后的魔头啊 对方似乎感受到唐劫的思维 一传来一声娇笑 聪明啊 除了我 还有谁能救你 你能感受到我的思维 唐劫一用心声问道 哟 这个时候你还关心这个呢 回答我 好吧 你既然不怕死 本尊又何必替你着急呢 本尊的确有独心之术 不过也得看对手是谁 放心了 你现在也是因为被那臭孔雀封了五十 避了契机 才能被本尊一时入侵 若在正常时 本尊是做不到的 所以也只能读到你此刻心中所想 过往记忆却是不行的 如何 他满意了 也可能是因为你身在另一边 无法发挥全部的力量 对吗 笑声在起 哼 小鬼头当真聪明 只是你快死了 还有心自问这些吗 莫不如 莫不如听你一言 与你交易 只要你帮我摆脱此难 我就帮你揭开封印 助你脱困是吗 唐杰冷声道 瞧瞧瞧瞧 果然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啊 年轻人 你的时间不多了 再不答应 可就没机会了哟 唐杰冷笑道 哼 你真以为 没有你帮助我就会死吗 我看不出这种情况下 你还有什么活命的机会 那臭孔雀的五色锁链 可不好挣脱呢 至少以现在的你是不可能挣脱的 那只是你孤陋寡闻 唐杰缓缓的 也罢 今日便叫你见识一番 小爷我就不收你的费了 此时那一众妖物还在疯狂地攻击 唐杰的颈骨几乎被砍断 整个脑袋都向着一边倒去 那持府的妖王兴奋地喊道 哼 死吧 死 唐杰突然低吼出声 被砍断大半的脖子 突然微微抬了一下 唐杰眉心中神光一转 一只树眼陡然睁开 正锁定了那恢复妖王 恢复妖王一恶 本能的感觉不好 就听唐杰已沉声道 那你便给我去死吧 随着他这话落 唐杰嘴一张 一道红光 从他口中喷出 正射向那妖王 左叶下三分处 我本来就给你一遍 不在这个手中喷一张 我扳了 那他就给你一遍 我帮他